我和妹妹都获得了回到20岁的机会 妹妹抢先我一步 去影帝受伤的街口等着救她 姐姐嫁给她的机会是我的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 笑出了声 谁回到过去 第一件事是找男人啊 我当然是选择利用机会发大财 后来 妹妹成功拿下我上辈子的老公 她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时候 她引以为傲的丈夫对我殷勤陪笑 程总真是好久不见了 您投资的新电影 我想跟您聊聊 傻眼了吧 解发大财 程远你妹妹怎么没来上课呀 同学帮我带了一份早餐 偷偷问我 程远为什么又逃课了 我摇摇头 不知道最近她有没有回家住 但其实我知道程远人在哪里 她在陪伴我的未来老公 我和程远都获得了一个回到20岁 改变命运的机会 上一世我20岁的时候 救了出车祸的影帝许诗远 后来她介绍我拍戏 我靠着这层关系越走越远 36岁那年 我跟许诗远结婚 转型做导演 导演生涯也一帆风顺 而程远见我拍了第一部戏以后 她能蹭着我的名字 获得一点曝光以外 她什么都没做到 只留了几部烂片 偶尔被营销号拿出来盘点 程远一直认为 我的所有成功 都是靠着20岁那年救了许诗远 所以我们刚一穿越回来 程远就让爸妈把我关在家里 我要去救许诗远 嫁给她的机会是我的了 就算是再来一次 爸妈也还是不喜欢你 许诗远也会爱上我 我却不觉得生气 爸妈的态度 我早就经历过一次 也早就看清楚了 上一世我都没对爸妈有期待 这辈子就更不会了 你很想嫁给许诗远吗 当然 不然我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地换回来 破过玻璃门 程远的脸有一点模糊 声音却很清晰 程远我可是特意带着你回来 让你亲眼看着的呀 这我捂住嘴 才能不让自己的笑声泄露出来 谁懂啊 一觉睡醒 无痛变成20岁 我妹妹脑子一直不好 但是用到了正确位置 也能发挥巨大的威力 为了让她放心 我抓着门把手 假装痛苦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许诗远不会爱你的 她的泪水擦干净 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房间 我忍不住笑出声音 真好 能中火一次 谁还要去找男人啊 当然是要利用机会修正错误 发大财啊 更何况许诗远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晚上放学 程远请假了 爸爸就不会开车来接我们 但是我早就已经习惯了 这种的行为 毕竟他们不是我亲生父母 我上辈子费了很多时间才查到 程远的爸爸程迷海 其实是我叔叔 我爸妈死后 他继承了所有遗产 对外也说 我是他的亲女儿 小时候我也疑惑过 为什么爸妈对我不好 对程远却百依百顺 后来才明白 我与他们原本就不是一家人 程迷海觉得收养了我对不起程迷 程迷本来是独生女 现在家里却多了一个我 他怎么不想想 他们一家花的都是我爸妈的钱呢 上一是我 被他们蒙在鼓里 等我知道真相的时候 程迷海已经靠着我爸妈的钱开了公司 享受了大半辈子 不过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 谢谢程迷用他平滑的大脑 帮我完成这一梦想 虽然不知道他用什么 换来了逆转时间的能力 但是没关系 反正不是我牺牲 你要试镜 门口的工作人员对着我一脸疑惑 这是内部消息 你怎么知道的 不要捣乱 赶紧走我笑了笑 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呢 你可以问一下导演 没准他就想要我这样的 这场秘密进行的试镜 上辈子电影上映后 一举拿下奥斯卡 才被人知晓 这部电影删掉了一个重要角色 因为导演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 而上辈子 他曾经亲口对我说 如果当时我们就认识 上一辈子他见到我 就要跟我讲这个角色 除了他自己 我大概是全世界 最了解这个角色的人了 成员你的演技很好 根本不像一个从没有拍过戏的新人 金岛微信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是我的视镜录像 你是我见过最有天分的人 谢谢金岛 我看着手机倾笑 这不是什么天分 是命运的回礼 在我成功拿到角色的时候 成员还在跟许诗远纠缠 他连学校都不去了 每天在诗远病房里跑前跑后 毕竟在他心里 拿下影帝比什么都重要 而我选择先休学办好 休学以后 我就专心看剧本 等着进组 成员你不会想休学 去找许诗远吧 成员冷笑他 现在根本不认识你 你去了也没用 别挣扎了 我比你先一步救下他 他不会爱你了 我一言难尽 但还是装得很难过 我不信诗远爱的是我的灵魂 多亏我演技好 什么台词都能说 成员更得意了 你就等着看我变成影后吧 我差点笑出声来 成员根本不知道 许诗远车祸伤到了根本 他找我结婚 是为了隐藏自己的难言之隐 作为交换 他零片酬参演我的处女作 我帮他手中秘密 婚后许诗远一致零绯闻 这在成员眼里 成了许诗远爱我的证据 笑死他 倒是想用绯闻 但是条件有限 力不从心啊 成员你很害怕吧 害怕被我夺走一切 上一世被我打击得体无完肤的成员 此刻眼里写满了快意 我轻轻叹口气 你看机会只会留给有脑子的人 像成员这种人 逆转时间一百次 也只会失败一百次 蠢活回到过去 就会变聪明了 怎么可能 又不是换头 每次看到成员绞尽脑汁 想出一些胆汁的时候 我就会感慨造物主的神奇 但我依然会配合他的演出 我就是喜欢看我讨厌的人 奔向既定结局 才知道真相那一刻 露出痛苦无比的表情 哦放小说里 我肯定是个恶毒女配 我禁组没有告诉任何人 离开家那天 成员带着许诗远回家了 他勾着许诗远的胳膊 趾高气昂地看着我 姐姐这是许影帝 我没有说话 看起来很难过的样子 许诗远还是就是模样 眉眼间有几分不耐烦 却隐藏得很好 上一辈子 他对待自己身边的阴厌厌 也是这个态度 看来成员并没有用好 自己的救命针 成明海对许诗远很满意 他跟成员一样警告我 离你妹妹的男人远点 我看着他肥头大耳的脸 找不出一丝与我相似的地方 如果我的父亲还在 会是什么模样呢 我装作很失落的样子跑出门 身后的成明海 说我不懂事 让我永远别回家了 怎么可能呢 亲爱的叔叔 你从我家获得的东西 我会回来一一拿走的 成员以为我受不了打击 离家出走了 他跟着许诗远静组贴身陪伴 自然也不知道 我早就办好了休学 他还在幻想着我离开家以后 日日以泪洗面 他不知道 我就在许诗远隔壁的剧组 跟着金岛保密拍摄了大半年 我才重新回到学校 而成员已经因为旷课被开除了 我回学校的那天 成员站在门口笑着看我出门 成员你现在只有上学一条路了吧 没了许诗远 你又比我好多少呢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金岛已经把片酬的一部分打给我了 我拿着钱去咨询律师 以目前我跟成明海的关系 我还能拿回多少钱 律师看了我的信息 沉思了很久 问我又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爸妈的死可能没那么简单 我一愣 你的意思是成明海害死了我爸妈 我爸妈死于一场火灾 他们过世后 我被成明海带回家 没多久 成明海也不想给我留下心理负担 为理由举家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 我只来得及查到这些 就跟成员一起回到20岁 难道说我爸妈的死有蹊跷 律师说火灾多半 是熟人作案 我建议你 先调查 立下你爸妈当年的火灾 你想拿回当年的遗产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过去了20年 很多信息已经不可考证 他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徘徊 原来我叫了那么多年爸妈的人 可能是害死我亲生父母的凶手 上一世我查到的信息里 说我爸妈感情很好 十分恩爱 帮我查这些的人 不无感慨地对我说成姐 如果你父母还在 肯定会非常爱你 他们都觉得我可怜 但是我这个人偏不喜欢假设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幻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正如律师所说 20年过去 我几乎不可能用正常渠道拿回遗产 不过没关系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 抽丝剥茧 只要足够耐心 我总能得到想要的结局 在我开始着手 调查我爸妈当年火灾的时候 成玉和许诗远被狗仔拍到了 许诗远那边还没有做出回应 成玉已经按捺不住给我打了电话 成玉你很痛苦吧 诗远已经打算跟我订婚了 他还把我的经纪约 签到了他的工作室 没了诗远的帮助 你什么都不是 这辈子你就等着被我碾压吧 不管到什么时候 成玉的脑子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经纪约签到许诗远工作室 是什么好事吗 不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爱与合同可不要乱签呀 有诗远帮我看着 就不用勉强好心了 我无声地笑了笑 成玉为什么你这样恨我呢 上辈子我也有努力帮过你呀 你帮我那你为什么不把资源让给我 凭什么我只能从小配角做起当 然是因为你演技不行 又好高无远啊 演一个18线配角 都能被网友拎出来骂的螺旋升天 我有幸看过他的看 每一个五官都落在了 我意想不到的位置 如果这辈子许诗远要捧成玉演戏 那我只能说观众有福了 上一世我也曾经试图帮过成玉 带他参加综艺 给他安排角色 于是我希望成玉能稳扎稳打 介绍给他的都是戏份不重 但是很精巧的角色 这在他眼里反倒成了羞辱 吵过一次以后 我便再也没有管过他 人生有限 总不能把时间和善良 都用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事情发酵一段时间 许诗远还是跟成玉官宣了通稿 买的是救命针带来的姻缘 我抱着手机忍不住笑出声 看来许诗远这辈子 还是伤得挺难以启齿啊 靠着许诗远的名气 成玉从素人变成了 小有名气的嫂子 虽然许诗远粉丝没少骂他 但是两个人经常合体秀恩爱 也吸了很多CP粉 许诗远仿佛在用这种方式 极力证明着什么 祝他成功吧 托成玉喜欢炫耀的福 他和许诗远的每一步发展 我都了然于凶 小有名气以后 成玉经常会直播跟粉丝互动 成玉海夫妇也偶尔会出镜 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自从那次从家里跑出去 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回去也没什么意义 但是我始终相信 只要足够耐心 就能杀死所有猎物 金岛跟我说宣传任 误的时候 我正在看成玉直播 金岛扫了一眼我的手机 认出了许诗远 许诗远啊 我点点头问 他女朋友是我妹妹 金岛迟疑了片刻 有遇到你妹妹呀 亲妹妹对呀 双胞胎呢 你俩长得不太像 说完金岛又到小城啊 我这人就是多嘴 你跟你妹妹说说 要不再考察考察 金岛一片好心 可惜了 许诗远圈内风评 其实一直不好 这次他官宣女朋友 金岛里一大票人 但狗改不了吃屎 大家都觉得他迟早的分手 不过 我倒是对他俩能 长长久久挺有信心 只要许诗远能忽悠出诚意 估计他俩这辈子都不会分手 许诗远还是不能直面 自己的残缺 难让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妹挺喜欢许诗远的 我也没啥办法 金岛叹口气 不再说这件事 他又跟我嘱咐了 一遍宣发的事情 成渊电影上映 你一定会火 电影是金岛亲自剪的 跟我搭戏的老牌影的周恒 上一世 他跟这部电影 一起横扫个大电影节 拿奖拿到手软 这一世 他对我从挑剔到探服 只用了一场戏 金岛眼光好 为了赶上奥斯卡的颂奖 金岛特意延迟了上映时间 巧的是这段时间里 成渝拍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 许诗远给他安排的 上一辈子 让我一炮而红的角色 成渊这个角色 你很想要吧 成渝的声音带着得意 现在他也是我的了 那我倒是也没有很想要这个角色 现在换成了成渝 不知道会碰撞出什么火花 拿不到资源 你成渊不是 也得从跑龙套做起 你又比我好多少 大概要让他失望了 没有许诗远 我也能风生水起 金岛给的片酬很丰厚 虽然跟上一世的不能比 但是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已经非常可观了 这部分钱 除了用于调查当年的火灾 剩余的部分 我投了一个网剧 人回到过去 当然要查却不漏 上一世这个网剧上映后 口碑收视率双开花 主创团队赚得盆满钵满 现在轮到我一起赚钱了 网剧的小导演是个新人 对我的投资很感动 谢谢你愿意信任我 我笑笑 看着他还有几分青涩的面容 没有说话 谁能想到 眼前这个还在拍网剧的小导演 会在三年后 靠一部小成本喜剧杀出重围 此后佳作不断 更是拍出了 号称中国科幻电影里程碑制作的精品 而我现在做的 就是赶在他还没成名之前 搭上这条船 成渝从来没想过 如何利用重回20岁的机会 他只知道 按照我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一次 复刻别人的人生 真的就能成功吗 当然不可能 那些路之所以走得通 是因为走在路上的人是我姐 没别的本事 主打一个自信 自信就是女人最好的医美 我在学校继续完成学业的时候 成渝每天都在直播 网友褒贬不一 但好歹算是红了 他有时候会提及自己的电影 我还蛮喜欢 我的角色是一个 为爱癫狂的恶毒女人 这种纯粹的 恶毒演起来很爽 有一种背弃所有教养的疯癫感 这段话 是上辈子我形容这个角色中说的 真是南未成预计这么久 在这个信息高速运转的时代 没有真正的秘密 网友很快扒出来 成渝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当有人问起的时候 她说 姐姐其实对娱乐圈也感兴趣 但是没找到什么好机会 她还在学校读书 应该没办法出道了 而且姐姐对我可能不太满意 自从我跟史远在一起以后 她就再也没理过我了 在她的暗示下 不少人觉得我没什么本事 还嫉妒妹妹跟大明星恋爱 有人不明就里帮她骂我 这不就是纯纯的嫉妒吗 要是我妹过的好 我肯定开心的不得了 就是被自己没本事 还嫉妒别人 可千万让她离时远隔远一点 看着乌烟瘴气的弹幕 成渝的快意 几乎要从眼角没烧一出来 我怂怂肩 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自信于我 这辈子不可能翻身了 许诗远带给她的底气这么足吗 但是事情的发展 大概又要让她失望了 金岛的电影定档以后 我要跟她一起跑宣传 很快她就会在屏幕里 再一次看见一气风发的姐姐 这大概是成渝最不想看到的噩梦 我和金岛一起 出现在电影宣传活动上的时候 成渝已经开始发疯了 她疯狂地给我打电话 你是怎么搭上金岛的 成渝的声音有些癫狂 说啊你是不是靠张开腿啊 你不是很清高吗 她的攻击力真的很弱 甚至有些语无伦次 我费解地问她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走跟上一试 一样的路呢 我是真的不能理解 认真的想得到一个答案 但是很遗憾 还记得金岛的电影吗 阿玉姐姐要去奥斯卡了 你呢 简直我不要的角色 又演的如何呢 成渝怒火中烧 挂了电话 但这只不过是开始 接下来她还要面对 电影上映后的种种 重活一世 成渝不忘初心 演技没有任何长进 她似乎从没想过 如何提升自己 在她看来 混娱乐圈是不需要演技 只要能抱住许世言的大腿 就可以红透半边天 要真是这么简单 我何必在成名之后 依旧花重金请名师锤炼演技呢 不劳而获 终归会自食恶果 只想走捷径的人 只会离最终目标越来越远 许世远和成渝新电影上映每天 某知名问答网站的热榜 问题是 如何评价许世远的新电影杀出重围 点赞最高的是一位知名影评人的回答 谢遥只能说 强捧灰飞烟灭 许世远的女朋友 根本不在一个次元 有一种外星人刚到地球 不熟悉人类社会的僵硬感 你要说她是AI假扮的 我都相信 电影能不能杀出重围我不知道 但是成渝靠着这个角色 彻底杀出重围了 她从名词变成了形容词 每当网友想评价某某明星 演技差的时候 都会说一句演得真的很成渝 可惜了 杀出重围的女二 本来可以很出彩的 许世远忙着帮她攻关的时候 金岛的电影也上映了 如上一世一样 好评如潮 瞬间把同期电影秒成了渣渣河 经典生于同一时代 有时也是一种痛苦 作为电影女主角 我的身世很快被扒出来 网友震惊之下 终于发现成渊就是成渝 那个嫉妒到变态的双胞胎姐姐 成渊嫉妒 成渝什么 嫉妒她演技尬的像千年槐树精吗 真的是双胞胎吗 一点不像啊 不知道成渝干不尴尬 反正我替人尴尬的毛病犯了 同样都是新人 电影同期上映 还是双胞胎姐妹 成渝不可避免的 被人拿出来跟我对比 而显然从各个角度对比 她都没有赢过我哦 除了她有个恩爱的影帝男友 当然这个恩爱比较存疑 成渝究竟破坊 买了百八十个通稿给自己硬吹 结果就是网友更加反感 甚至连着许诗远的口碑也岌岌可危 成渝当然不可能忍下这口气 她还有秘密法宝没有用 来自于亲生父母对我的打击 被群嘲没多久 她就在家开了直播 成明海也跟着出镜了 阿玉 直播的时候怎么从来没看到姐姐呀 一片乌烟瘴气的 弹幕里这条尤为刻意 一看就是成渝故意安排的 弹幕发了没多久 成明海就对着镜头无奈的叹口气 你别说演技比成渝好 许诗远要是捧他 没准效果比现在好 阿玉这孩子向来不听话 我跟他妈妈说了很多次 让他低调做人 不要走歪门邪道 他还觉得是我们害他 为人父母 哪有不希望孩子好的 我只是想让他爱惜自己 洁身自好 不要走洁净 家里又不缺他钱 何必为了红做这样的事呢 真是不省心 还丢人现眼 又是这一招 真是没心意 上一世成渝也搞过这么一回 害我被骂了很久 一个父亲指责女儿 为了尚未不择手段 大家自然会先入为主的 选择信任父亲 毕竟正常人肯定不会想到 爸爸会造女儿黄瑶啊 所以直播还没结束 我就被骂上热搜 想毁掉一个女孩 真是太容易了 编造几句虚无缥缈的谣言 他就一辈子都甩不脱 如果我真的只是一个娱乐圈新人 大概会被打击得体无完肤 还好我早就猜到 成渝会用这一招 毕竟凭他那个光滑的大脑 也想不到什么新鲜东西 让成渝海出来骂我 把我拉入泥潭 是成渝能想到的 最好的打击我的方法 这样他才能获得短暂的快感 看吧 就算你在优秀 爸妈也永远站在我这里 但亲情从来不是 能攻击到我的武器 何况成渝海根本不是我爸 上一世 我很小的时候 就想通了这件事 不喜欢我的人 不值得我为他们难受 人一辈子有很多不圆满 父母圆钱也是一种 与其无尽内耗 不如从一开始 就学会不再期待 天涯孤草 也蛮生长 我从不害怕自己不被人爱 就算全世界都讨厌我 我也要好好爱自己 我活得越好 讨厌我的人就越痛苦 这比任何报复都有效 事情发酵以后 金岛很快就来问我是什么情况 你爸怎么回事 哪有这么说亲生女儿的 我叹口气 亲生到金岛 我爸爸就是单纯的不喜欢我 其实这些年我都习惯了 我跟我妹妹从来都是这样的 考试成绩比妹妹好要被骂 个子比妹妹高就不能吃饱饭 甚至亲戚夸我没夸妹妹 我爸都会大发雷霆 这次大概是因为 我妹新电影挨骂了吧 金岛听完半天没说出话 过了好一会才找到语言 你爸生是有病啊 见过偏心的 没见过这样的 你放心 一会我就把你试镜的录像发出来 又安慰我几句 以后金岛大包大揽 要帮我处理这次的谣言 挂断电话 我看着蜂拥而至跑过来骂我的网友 心里只觉得还不够 闹得越大越好 越多人知道越好 成绩海一直都是这样对我的 小时候亲戚邻居会爱他的关系 对我冷冷淡淡 他们也和这些不明真相的网友一样 相信成绫海的话 这让成绫海和成绪一直觉得 只要利用这个办法 就能控制住我 但他们不懂 利用舆论的人 迟早会被舆论反噬 等事情真相被发掘的那天 网友会把错骂我的愧疚 都转嫁成对始作俑者的愤怒 时过境迁 我早就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小女孩了 而网友和路人 也不会像曾经那些亲戚朋友一样 好控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总会有明白真相的人出来说话 第一个帮我说话的是周恒 怎么能用如此恶毒的话语 评价自己的亲女儿 周恒名声一贯很好 有她开头 剧组很多工作人员都出来为我站台 而金岛随即放出了我的试镜视频 和最开始跟我沟通的聊天记录截图 舆论跟着转向 感觉成绫不像他爸说的那样啊 金岛和周影帝的人品圈内皆知吧 我反正不 信成绫他爸了 这么一想 成绫好可怜啊 被亲爸爸造谣 对啊 不能理解 怎么有人这样说自己的亲女儿啊 知情人说一句 成绫岂是一个惨自了得呀 都要被他爸质疑作弊 这个知情人当然是我安排的 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 我安排了第一个说公道话的人 就会引出更多故人 这些年 成绫海对我的态度 大家有目共睹 很快成绫和成绫海也登上了热搜 而关联辞条就是偏心 托他们的福 剧组省了一大笔宣传费 很多人因为骂过我后 觉得对不起我 纷纷去刷我的新电影作为补偿 票房还小爆炸了一波 或吸服所以 服吸或所服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 只看当事人如何处理了 再见到成绫 已经是一个月后了 虽然成绫跟成绫海千夫所指 但是许诗远对他不离不弃 带着他参加了不少晚宴活动 我现在真的有点好奇 成绫是不是知道许诗远不行了呀 不然 按照许诗远那个无力不起早的性格 别说是救命恩人 就是他亲爹 他估计都要大一灭亲了 会场的走廊里 成绫冷冷地看着我 我走近时候 他拉着我的胳膊 你故意的 故意说假话 让我和爸爸担心你 我歪着头 无论次了 他皱了皱眉 神色有些不耐烦 爸爸都是担心你 他被人骂成这样 你满意了 阿玉 爸爸说那些话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我会难过呢 我有时候真的很怀疑 他是不是我爸 为什么他总是这样对我呢 我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成绫的衣领 有细微的红光 一闪一闪 跟我玩偷拍直播这一套 姐姐陷害同行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挨骂呢 爸爸说让我把所有资源都让给你 阿玉我可以帮你 但是路不能这样走 做人要脚踏实地 你不要总是觉得 嫁给许诗远就算成功 我贴近诚远耳边 用所有人都听不见的声音 轻声说了句 哎呀你又失败了 诚远跟我的对话 被他实时直播出去 却并没有按照他设想的轨迹发展 骂他的人更多了 连带着许诗远也跟着挨骂 许诗远的粉丝 疯狂抵制诚远 每天都有人打卡 两个人分没分手 而诚远也接不到任何戏了 本来他上一部戏 靠的就是许诗远的人脉 现在根本不可能 让大家记住 他的偏心才是重点 这样等我揭露真相的时候 大家才会觉得果然如此 当然现在还不是时候 拿到的证据太少了 我只能证明 我不是程明海的亲生女儿 提前动手会打草惊蛇 对程明海要一击毙命才行 我向来很有耐心 大概是许诗远出手 帮着承远处理了后续 他低调了好一段时间 过了一年 才又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而这段时间里 我跟着金岛横扫个大电影节 如前世一样 这部电影拿下了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 金岛山要成功 我也一战成名 这一世 我的起点其实比上辈子高很多 本来也应该如此 这就好像游戏通关后重刷副本 通关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数据只会越来越完美 像程玉这样 一次比一次拉胯的玩家 真的不多 凭着上辈子的记忆 我接的戏都叫好 叫做拿到了片酬 被我投资出去 回报当然更高 程玉还在借着许诗远的光 在小网宗里 当透明人的时候 我已经开了自己的工作室 成功从打工人化身老板 网友都说 我仿佛那种开了透视卦的玩家 某种意义上 他们说的并没有错 只是这个卦是程玉亲自帮我开的 对于程玉来说 回到20岁 唯一一件称得上成功的事情 大概就是搭上许诗远 他常常发店一样 找我秀恩爱 诗远说了 我们结婚以后要生三个孩子 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爱我 就算你再有钱又怎样 在感情里 你永远是个失败者 如果这样 能让他荒芜的心灵 得到一丝滋润的话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是 对于许诗远打算生三个孩子这件事 我持否定态度 我祝他成功吧 再见到程玉是一场商业晚宴上 他作为许诗远的女伴出现 许诗远这人一贯厚脸皮 见到我仿佛见到了亲姐 可以理解 我现在也算是娱乐圈大金主 投资一步转一步 堪称雷达探测器 程总真是好久不见了 我跟阿玉说了好几次 想见见您都没机会 您眼光真是好 上周上映的600亿计划 我看也是您工作室出品的 哎呀 什么时候有机会跟您合作一 不电影呗 什么眼光好 还是要谢谢阿玉呢 我笑应的看了一眼程玉 是吧阿玉 程玉脸色铁青 许诗远瞅了他衣袖好几次 他才硬邦邦 说了一句嗯 许诗远眼底有一瞬不耐烦 阿玉就是这样 人一多就不好意思出声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我对许诗远倒是没什么意见 上辈子我俩就是资源交换 充其量算是合作关系 互惠互利 不过显然这辈子 他的合作伙伴选的不太好 见到许诗远对我态度如此殷勤以后 程玉更加癫狂了 他固执地认为 只要自己一直跟许诗远在一起 就算是赢过我了 精神胜利法满分 但是我已经不打算跟他纠结了 现在轮到陈明海了 天网灰灰 他也享受很多年 该付出代价了 我投资了一部小成本 《亲情像电影》 上映后全网都在感慨 这部电影里讲述的父女情 有为大V发文感慨 有些父亲为了女儿 不惜一切代价 有些父亲踏马的女儿 就是个代价 在友谊引导下 陈明海偏心的陈年就是 再一次被提出来 编师真的没见过这种爹 我爹就这样了 让我辍学打工 给我弟买房 爱真的会替陈渊难过 还好我们渊渊厉害 偏心不是应该 偏心优秀的那个吗 没有说偏心正确的意思 父母健在 只是单纯的疑惑 事情发酵到第二天 突然有一个35小号 发了一张老照片 偏心不是亲生的 当然偏心啊 照片是找了很久才找到的 我爸妈跟陈明海夫妇的一张合影 网友很快发现了 蜂拥而至 在大家的询问里程 欲罪先沉不住气 公开表示 这件事子虚乌有 不可能发生 我和陈渊是双胞胎 怎么可能不是亲生的 爸妈不喜欢陈渊 是因为她从小就不听话 哪有爸妈不爱孩子的 陈渊急切的想为陈明海解释 但是陈明海偏心这件事 早就深入人心 根本没有人相信她的话 是啊 既得利益者的话 怎么会有人信呢 我买了一批水军 冲进陈渊的直播间 当然是帮助陈渊 说话的那种 大家不要太离谱 不是亲生的都出来了 怎么可能不是啊 有什么证据证明吗 看似是怀疑 那个小号其实是在拱火 很快在我的安排下 小号发出了更多的信息 直指陈明海侵占 子女遗产 证据呢 对呀 证据呢 求锤自然会得锤 我的出生信息 去医院就可以调出来 而我跟陈明海夫妇的血型 也被公开 当年负责我妈生产的医生 也公开表示 陈明海只是我的叔叔 时隔多年 陈渊再一次打通了我的电话 陈渊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是啊 我爽快地回答他 还要谢谢你 带我回到20岁 不然 我怎么会这么快地 解决这个问题呢 只是公开陈明海 跟我的关系还不够 我要的是让他们苟急跳墙 正如当年那个律师所说 我没有办法证明 陈明海占用了我的遗产 所以才需要闹起来 让这件事情 接受公众的审视 现在变成了 网友要帮我伸张正义 正义网友 加上我多年调查的证据 很快大家就拼凑出了 当年的故事 陈明海继承了哥哥所有遗产 就不好好对待哥哥的女 而陈明海终于坐不住了 开始解释 自己没有占用遗产 我本来也是有继承权的 而且这么多年 我也好好照顾了成渊 把他养大成人 可惜他偏心的印象 已经深入人心 没有人会相信他 我一步一步埋下的种子 在此刻盛放 化作尖利的剑 冲向陈明海 他和成渝可能从没有想过 我为此准备了多久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 一环扣一环 人在慌乱的时候 是一定会出错的 午后的咖啡店 我和一个联系过 很多次的人见了面 你好初次见面 第七安全局 江静谭我笑了笑 你好成渊 江静谭很早之前 就联系到了我 加我的第一句话 他说他知道 我是重生的 如果这让人 重生的一端不处理 你妹妹可以无限自重生 我需要你配合我 当然作为交换 我可以把兔针药水 用在成明海身上 江静谭告诉我 根据他的猜测 这个能让人重生的一端 应该是双绑定系统 但是主控权在成渝那里 只有成渝露出破绽 他才能解决这个一端 这个世界有很多一端嘛 江静谭耸耸肩 对呀 不然我们每天忙什么 不只是一端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 这世界不是真实的 但是真实和虚假都不重要 反正我所在之处即是真 按照我和江静谭的约定 我邀请成明海 参加了一档新综艺 告诉他我打算 跟他在综艺里和解 而直播一开始 江静谭的吐针系统发挥作用 成明海对着镜头 一板一眼的 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杀害哥哥一家 又是如何对待哥哥 唯一的女儿的 疯了吧 真的假的 网友吓到失常 而成明海不仅交代了作案过程 还交代了当初的同伙 案件实在过于清晰 警察很快立案侦查 案图索记一样 找到了当年隐藏的真相 被逮捕归案的时候 成明海吓得几乎不会走路 他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但是作为他的女儿 成玉还在 为了跟成玉批清关系 许诗远立刻表示 自己跟他只是合作关系 可惜网友不太买账 壮士断腕 最后许诗远放出了自己的诊断 证明出于男人的尊严 一直没有说这件事 恋爱其实只是我撒了一个谎 被群巢不行 总比被成玉拖下水好 许诗远还是很想得开的 在震惊过后 粉丝艰难的安慰他 咱们还能去演魏忠贤和郑和 没事的人间自有真情在吧 后来许诗远因祸得福 还真演了很多 深入人心的太监形象 只能说挺励志的 而许诗远撇开自己以后 成玉就更加强倒众人推了 姜静谈告诉我 成玉应该快要忍不住了 我几乎能检测到一段信息了 半个月后 成玉找到了我 又输给你一次 反正这辈子就这样了 咱俩见一面吧 果然跟我猜测的一样 上一辈子重生之前 成玉也是与我单独见面 看来他想故技重施了 我故意装作不知情 约他来我家 从他进入小区开始 实施画面就传输到了我的电脑上 姜静谈问我仔细看看 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透过屏幕 我清晰地看到成玉的 样子特别之处 电光石火之间 我突然发现了 成玉手腕上带着一根红绳 上一次 他手腕也带着这根红绳 是那根红绳漂亮 姜静谈动手之前 我给成玉打了一通电话 阿玉你还是觉得 我只是运气好吗 不然呢这一次 你不过比我多知道一些消息罢了 再来一次 我一定会赢过你 我缓缓勾纯 没有下一策呀 我的妹妹 成玉进门 就被第七安全局的人按住 一端发挥作用是需要条件的 而现在成玉没有机会了 姜静谈 他们看不到成玉手腕上的红绳 但是我可以 秉着成玉 仿佛赤人一般的目光 我摘下了他手腕的红绳 红绳闪着细微的光芒 我能隐隐感觉到 他对我的呼唤 一端也有思想 他在诱惑我 跟他签订契约 操控时间的能力 你不想拥有吗 我毫不犹豫的 把他放到了姜静谈 准备特殊盒子里 姜静谈持一片刻后 轻声到我的能力 是能听到一端的声音 为什么拒绝这么他呢 很有诱惑力 不是吗 我笑了笑 弱者才需要一直回荡 我只想活好每一天 人生的每个时刻都很精彩 如果全部是已知剧情 那有什么意思 姜静谈赞许地看我一眼 你很清醒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午餐 所有的优待都需要付出代价 随着他的说话声 成玉的皮肤突然开始塌陷 下一刻 他在我面前吹吹老去 半晌我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这就是代价吗 普通人想获得逆转时间的能力 就只能用时间来填补 我沉默了片刻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姜静谈对着盒子勾起唇角 眉眼间神采异役 小意思没有我调教不来的玩意 三个月后 成玉才醒过来 姜静谈把他带回了第七安全局 他摔老不可逆 仿佛生命力被抽干了 我在安全局观察很久 发现并无大碍后才离开 这场旷日持久的闹剧 终于落下帷幕 离开安全局那天 成玉海的判决也下来了 二十多年后 他的惩罚姗姗来迟 他死那天 我带着一束花去看我爸妈 爸妈你们可以放心了 我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一阵风温柔地拂过我的头发 斜阳如金 霞光满天 我心口悬挂的巨石终于落地 现在 我要去好好享受我的富婆人生了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